英俊哥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毕竟是给您请的老师 咱尝试一下在钢丝上 睡觉的感觉好不好 在钢丝上睡觉 就让英俊哥不要害怕 好 你又尝试一下 你又这么高的身后的宫里 你都不险山漏水 你老卖关子 这人看起来看好 他知道什么叫捧杀 你明白吗 就凭你说这话我试试吧 来来来 可以的 这上都上不去 可以啊 英俊哥 能够了 来来 摆个姿势 摆个姿势 再换一个 来个睡美人 睡美人 我现在想我怎么下去 我还可以晃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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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小小 厉害厉害 我没不厉害 要转了 要转了 走 英俊哥 走直线 怎么样 英俊哥 感受 感受啊 嗯 是我们家这一米八的床 得多舒服啊 以后离准杂技 要不要远一点 哈哈哈 你啊 真是太调避了 但是我跟影子 今天请来了三位老师 是 对 还有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可以交给你什么 好 请 怎么样 英俊哥 回头看一眼 我们这个项目的小道具 哎呀 我就这样让我们第三组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吧 我叫房玉如 来自河南 然后今年二十三岁 大家好 我叫宋佳佳 今年二十八岁 来自河北苍州 这个是我们算是自创的 感觉有点像翘翘板 嗯 然后呢 嗯 这边呢 还有那个 鹿角 所以呢 这个道具的名字 就叫奔鹿 今天那个 还是在我们节目首演 所以这个道具 其实除了他们五个人之外 肯定是没有别人玩过的 对 你怎么看 我其实 好了 说完了 我特别想试一下就是 我只是想感受一下这个高度 可以吧 这样我如果说不行了 各位老师就放我下来 好吧 那不行了 好 好 对你们 好吧 他们说不行了你们就撒手 来 我试一下啊 来 感觉怎么样 哎 我们这个金师傅也来帮忙来了啊 嗯 哎 我是不是该优美 一点 不不不太高了太高了 稍微转一点 哇 别给他转了 哇 一年 行吗 不看下面还行 但是只要稍微转一点 你站得起来吗 放我下来 能不能站起来试着 我们稳一稳 你要把这条路架一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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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年好棒 我不敢松手 好 哎 不能出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 行吗 坐下吧 下来吧 行吗 我要下来 下来吧 下来吧 好 怎么样一年 哎呀 不看下面我是可以的 嗯 但是只要稍微 鱼光瞄到这个高度 嗯 就心里还是很紧张 嗯 这个站起来都很难啊 很好在上面要做各种动作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三组展示 我终于误出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这个杂技啊 现学来不及 那肯定的呀 所以我觉得我这平衡问题 我就不跟他们学了 那以后你们家擦地你怎么办呀 我们家擦地呀 嗯 我在我们家门口铺一垫子 我把脚擦干净 我再进去 哦 哈哈哈哈哈哈